有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爱聊天和八卦的人 可以减少精神压力 减压后心情更愉快 身体更健康 不专门刺探别人隐私 但聊聊相关的报道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现在 爱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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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刮刮刮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想要重复收听明明的节目 欢迎登陆YouTube频道 搜索德州中文台 来收听我们现场直播 以及播出过的节目 有时候很想给大家讲讲笑话 因为我觉得生活里 好像沉重的事情 真的是很多 要节节呀 要痛快一下嘴 要轻松一下 要快乐一下 可是放眼望去 真是这所有的新闻 十至八九都是坏消息 坏消息 所以这个想要逗大家一乐的 这个心愿 有的时候也变成我们 爱八卦的一个心病啊 没关系吧 我们现在就是说 能生活里 没烦恼 这大概就是我们 很难达到的一个状况吧 也就是说 有人讲说 老里没亲人 外面没债务 家里没病人 这是一个简单的要求 其实呢 这些大的事情 灾难发生的时候 你想这个时候 别说保持心情 平静和愉快了 这真是 跳楼的心都有啊 所以每年呢 在赶上这个 不是每年 每一次赶上这个 大的金融危机的时候 真的都是 天灾人祸 加在一起啊 现在就不说 这个病毒的事情了 这都已经是 一年多以来 在影响着 全球人们的生活 也死去了 很多的人 现在这个经济的状况 也是非常的危险 因为 就是在这个 全球肆虐疫情的情况下 正常情况下 经济不好 大家失业 这本来是一个 一个 一个正常的经济状况 在遭遇这种 重大疫情的时候 可是 我们就发现 美国的股市 还有一些国家的股市 却飞鸽进 然后甚至继续看涨 这真的是一个 非常奇怪的现象 而懂经济规律的人呢 究其后面的原因 这个总是有原因的 大量的超发的货币 以及呢 这个美联储的 这个低利率 大量的构进 这些债务等等 这些人为的因素 造就了这个 股市和现实的经济 脱离背道而驰的 这种现象 那么作为今天的我们 不是说 我们可以关起门来 过自己的日子 就可以 好好的平静的 过自己的生活了 想想看 我们退休金 都在这些投资机构里面 我们的房产 我们的生活的物价 我们的工作 甚至是我们存的 这点退休的钱 您不理财财 不理你 理不好 这钱还就一下子 就血本无归啊 你想想看 辛苦一辈子半辈子 我们不就是为了图一个 中老年晚年的生活的 平平安安呢 可是辛苦一辈子 这钱你没打理好啊 那可真是让你连这个 要死都死不起啊 现在连墓地也都这么贵了 所以说这些话呢 不是为了给大家添堵 是为了让大家提高警惕 好好看着我们家里这点钱 不得不说呀 很多我们低代的华人 由于从中国大陆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搬到美国来 我们仍然对祖国的 这个感情和联系 非常的深厚 由于语言啊 各方面的原因 甚至还有一部分财产 还在我们的祖国那里 进行打理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知道 我们人虽然在美国 可是你的钱 在另一个国家 那这个国家 所发生的任何的政策 任何的经济事件 都会直接影响到 你存在那的钱 如果你的钱 在中国进行股市的投资 如果你在那 哪怕存在银行里不动 但是如果说通货膨胀 它仍然在损失 所以这些事情 就是外面发生了 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要随时的关注 就算您说 我遥远的在美国 在打理我们的一些财产 我们多少了解 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一些公司 所以你可能也会买一些中概股 可是在中美这个政府之间 博弈的大战的这个背景之下 包括中国政府的一些政策之下 股市的风险巨大呀 近期就有很多的中概股 在由于受到政策的调整 以及中美之间博弈的原因呢 这个损失惨重啊 投资这些股票的人损失惨重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聊 在中国那些 哪些行业最近被整顿了 而这个数千亿美元的蒸发 就随着这些政策而消失了 了解了解 如果您有相关的投资 或者您做相关的一些生意 一定要小心了 这个大的方向 而且呢是风雨欲来啊 这个你一定要知道 未来的这个方向 今天是这个行业 明天也不一定是哪一个行业 所以没有 没有确定的事情 唯一能够让做到的呢 就是鸡蛋要分在不同的篮子里 一定要分分分 不投资也不行 然后投呢一定要分散风险 还有一些对抗风险的 这个准备 那先让我们看一看 在中国大陆啊 这个管理部门这些 对于一些行业的收紧和监管 造成了这个 很多的股票的动荡啊 包括科技公司 其实有一些行业 靠称是蓬勃发展的 包括科技公司啊 这些辅助的教学公司啊 食品的配送服务啊 可以说这些都是非常火爆的 那管理部门收紧 对这些新兴的经济领域的管控 那么在包括香港 在三个交易日内啊 就损失超过10% 当然之后又有一定的反弹 那电子商务巨头 阿里巴巴是第一个受到整治的企业 那么今年春天 阿里巴巴被以阻碍竞争为名呢 是罚款23亿欧元 然后管理部门把阿里巴巴受到的整治 又不断的这个延伸啊 在其他的部门 所以这样的一些政策风险 会影响到我们的钱包和投资 在送餐行业啊 中国是发展非常蓬勃的 每次回中国我都会感叹 我说天哪 这个送餐的这个方便啊 以及送餐的速度和这个便宜的价格 真的是在美国所享受不到的 那么在中国每天的午餐时间 这个中国的美团啊 和几个送餐的大的公司 浩浩荡荡就在全格的大街小巷上 匆忙的来往 这个为无数的人员提供食物 那么科技巨头 凭借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和算法 正在统治着这个送餐的新兴行业 甚至已经发生了 这餐馆老板赚的 都不如这个给他送餐的 这个美团拿的这个分成比例高 可是呢 你要没有这个送餐 你这生意又一落千丈 所以对餐厅老板来讲 有人说我们就是给美团打工的 或者是给某送餐企业打工的 没他又不行 有他呀 那真是眼看着大笔的利润 就被他们分走啊 但是根据中国大陆最近的一个 宣布的新规定 公司必须给这个保证送货员的工资 高于法定的最低工资 并且保证合理的工作节奏 那么这些新规定是在多起送餐行业 雇员不稳定工作条件事件 曝光之后出台的 于是美团作为送餐行业的领头企业之一 它的股价呢 在香港下跌了15%左右 而且不断的在震荡 那要知道啊 就像我们昨天也聊天 咱们美国现在也是通货膨胀啊 什么涨工资啊 什么最低工资 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你这最低工资每小时是涨了 最后都回到这个产品上了 最后你出去买东西也贵了 你去order一个送餐服务 你的运费也贵了 一样的 最后还是回到老百姓的身上 所以我们先不说这个钱是怎么个赚法 但是这个送餐行业在涨 这个工资或者是说 这些管理措施 直接造成的是股价的动荡 那么如果你有投资这些方面的企业 可能已经损失了大半 那是在这耗着观望 这个还是割肉 大家真的是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我是觉得呢 送餐行业应该还好 就是说如果暂时跌的真的是很厉害 可以稍微观望一下 稍微在回来的时候赶紧出手 但是长远角度上看 最近一段时间政策风险和中美博弈的这个风险非常大 我已经把我的股票出了一大半 手握现金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主意 因为等待着这个大盘 万一是特别的事件发生 或者是有什么事情 这个急剧下跌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手里有现金就是为王啊 你可以低价的时候买入 然后呢在他们涨回差不多的时候 就赶紧再抛一半出去 这样这个钱就是赚到手里了 另外这个巨大的这个辅导课的行业 培训行业 教育培训行业 在中国大陆呢是非常盛行的 谁家的孩子不上几个辅导班啊 然后这些能不能考上名牌大学的就不说了 哪一家的这个孩子这个课余没有上辅导班啊 这个几乎是没有的 而且华人的这个重视孩子的教育是由来已久啊 家在穷父母省吃俭用 也要给孩子补习功课 而这个学校呢也是个恶性的循环 老师在学校就不会教你那么多 你不加餐 不上补习班 不去学这些东西 你就很难在这么多人的人群里竞争出来 变得出类拔萃变得这个能够在前15名 真的是很难 所以这个突然出台的这个限制和整治 这个教育辅导行业 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手笔 可以说这么多年以来 这是一块暴力啊 或者是说一块这个朝阳行业 结果呢就遭到了这样的一个整治之后 损失是非常的惨剧 根据LEK咨询公司的数据 这些教育辅导行业在2018年的价值 大约是2200亿欧元啊 那么反过来呢 就是这么多年的这种现象 造成孩子们学生们的负担过重 那么家长们的教育有关的费用过高 真的是也遭到了很多负面的谴责 于是呢 在一声令下辅导公司 首先不得不注册为非盈利组织 并且限制学生上课的数量 可能会减少辅导公司的盈利 但是新东方和高途科技教育公司 这两个在美国上市的行业巨头的这个创始人 眼看着他们的财富就这样 这个在空中消散了 消散了 回头都不会说一声再见 我也最近看到有关他们领导的一个采访 很有大彻大悟的感觉 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有发生 都有兴旺 都有灭亡 我在创办新东方的时候 我就知道有一天 他会衰退会灭亡 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我想所有的话 最后一句是真话吧 当然这就是政策风险 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投资 或者是中概股 或者是因为这些公司也是在美国上市的 真的是要小心啊 再小心 咱们这点血汗钱 挣来的也不容易 保证我们一个平平静静的 下半生的生活 这个钱啊 你不爱理他 也得好好理 真的是要上点心 不然的话 这身家呀 说没就没呀 人还活着 这钱没了 这事也挺难办 是不是呢 好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让我们稍事休息片刻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好听众朋友 欢迎继续收听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上半段节目里跟大家聊了聊钱的事 哎呀 这钱的事真是不得不聊啊 其实我是一个不太喜欢数字 不太喜欢这个枯燥无味的经济的人 甚至是觉得这个是一些 这个商业运作的这些东西 不是那么感兴趣 可是你感不感兴趣是一方面 你不去理他 他就真的就跑掉了 所以真的是不得已 我们大家还是要关心一下 我们周围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要小心打理我们这点退休的钱 那么刚才说到了 有很多人买到一些中概股 因为我们是华人 对这些企业有所了解 也看好他们未来发展的前景 可是却没有预料到呢 这个政策风险是说来就来呀 在这些朝阳行业 教育培训行业 送餐行业 包括网络购物阿里巴巴 都在一声令下 这个政策新规出来之后呢 股票受到重创 因为他们的市场和收入 也将会受到影响 有关网约车呢 在中国大陆可以说 也曾经是非常的火爆 这个滴滴出行 可是呢 由于滴滴出行 收集了私人数据 而受到调查 这个调查程序 是滴滴在华尔街上市 筹集到37亿欧元之后启动的 那监管机构和几个部委 向滴滴总部派出了调查人员 所以自今年的7月初以来 这个程序被禁用 哎呀 新用户不能下载了 这个简直对上市公司 这不就是卡脖子吗 所以根据彭博报道呢 滴滴公司的股票 在纳斯达克这个市场上 已经损失了近40%的价值啊 而且现在看还是不妙 你一天新用户不能下载 你哪来的收入的 这个这个继续的支撑呢 那么在美国也有Uber啊 这个各个国家 这个公司名字不一样 其实滴滴如果说管理得当 上市公司筹集到这么多钱 它的市场本来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回了中国那真是人多呀 这个taxi出租车 一车难求啊 我每次回去的时候 有一些现行日 就是那个尾号现行啊 北京今天就不能出门了 那你还出门 全是靠这个滴滴啊叫车 这下我得留着我的旧手机了 因为那个旧手机上 已经下载来的那个滴滴APP 现在看来这是能帮我去约车呀 你想想 我如果今年换了一个新的iPhone 回了北京去了 这就想约车约不上啊 你下不了新的这个APP了 想想 这对于行业是一个多大的影响 投资的朋友们要谨慎啊 另外在中国大陆呢 新的政策对于加密货币 金融监管机构 也是加强了这个限制的一些措施 对比特币的开采增加了限制 大家大概不知道 这个比特币的开采 是一个特别耗能的过程 而大部分的这个比特币的工厂 或者是说开采 是在中国大陆完成的 那么由于近期的 对于加密货币的这个 金融监管部门的 对于这个开采的限制 造成了这个加密货币 可能会是一个坑 今年的五月份 中国的管理部门 发布了一份提醒函 提醒大家注意 对虚拟货币支付的禁令 这可以说当时也导致了 比特币的价格暴跌 据说有很多的矿工 就是挖这个 他们号称叫挖矿 开采比特币的矿工 大批人挪到美国 搬到美国 据说很多人还搬到咱们德州来了 收银机前没准就有矿工们 哈喽哈喽 say hello 这个加密货币是一个 完全新生的事物 它的未来到底是一个 怎么走向 没有人知道 但是只知道它的风险巨大 但是有时候富贵险中求 这个风险巨大的这个地方 很多人也是在这大赚特赚 也有人大亏特亏 所以这就像一个疯狂的赌场一样 在这个加密货币这个领域 所以在这儿呢 不建议大家拿咱们身家性命 我们的退休金去干这事 但是呢 我也认为大家不要完全的抛弃这一块 毕竟它是一个新兴事物 未来什么一个走向也不一定 所以建议大家呢 如果说你有闲钱 拿一个 就是当你一个买一个名牌包啊 咱们能够消费得起的这么一个价钱 买一些扔在那 在它暴跌的时候 买一些丢在那 你也不指望它为你赚多少钱 但是就是当做鸡蛋 分在不同篮子里的其中一个小蛋 放在这个篮子里 兴许呢 经济动荡 包括经济完全下滑的时候 有时候虚拟货币又会 反倒背道而驰的在增长 我们从来不知道 将会发生什么样事情 所以尤其是那些现在还比较便宜的 有比较看好的加密货币 你也没多少钱啊 真的 我觉得作为这个高风险的投资 小小的一点 还是要有一点点的尝试 我觉得这个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损失 只要你不着急用这个钱 它低的时候你不要卖就好了 这个重要的是耐心 但是你如果大笔的钱 投注在这个加密货币上 风险太大了 如果是在中国大陆你有钱 你在投加密货币这儿 那简直是死路一条啊 因为现在监管部门已经是 这个非常严格的监管 所以不建议大家在那边投资加密货币 在美国的话呢 还是可以去买一点点 真的是不要去赌博 另外呢 中国的这个娱乐行业 其实也是一大块市场啊 每年的这个电影的收入 版权的这个收入 这个电影票房都是非常巨大的 然后呢 因为它毕竟人口基数的 这个数量在这儿 包括一些游戏的项目啊 下载啊 一旦是形成一个风气 那个增长速度 哇 这不是美国级的这个增长 那个看到 我看到某一些做APP的朋友 那个增长 吓人啊 几千万上亿的流量 就是这样 那他们实际上 在有这个这个上亿的流量的时候 就孕育着巨大的商机能量和金钱 但是中国的市场监管机构 以反垄断为由 阻止了两个最大的在线视频游戏平台 虎牙和斗鱼的合并 这对于互联网 这对于互联网巨头腾讯来说是一个挫折 他曾经希望控制合并之后的新实体 巩固他在视频游戏领域的主导地位 那么根据分析人士说 虎牙和斗鱼两个加起来 占了80%到90%的这个视频游戏的市场份额 作为腾讯 作为为音乐发行领域的重量级企业 同样以反垄断的名义 被迫放弃独家的一个权利 所以在这儿呢 就提醒大家 真的是要注意啊 这个投资又风险 入市去谨慎 鸡蛋分在不同的篮子里 退休家底 咱不要干这事 然后你也不能说这些风险巨大的成 这个项目我们就不投 因为在他这些政策出来之后 他有时候会暴跌 这暴跌的时候你也不知道 他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买入的契机 因为毕竟这些行业的市场需求还是在那 就算政府出台一些管制的措施 市场需求终究在那 他还是会有需求 还会有一些公司呢 精英得当是会慢慢缓回来 股市呢 他有时候不是一个真实的反映 他的一个经济的收入能力 而是这个很多是由于人们的恐慌 政策的风险 这种人的恐惧造成的股价的上下的颠簸 那并不是真实的反映这家公司的营收的能力 但是很有可能在人们恐慌的时候 抛售股票股票价格低 但是过一段时间呢 这个市场的反映或者是他的营收报告出来之后 一看 这个没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大家的这个投资的信心又回来了 这个时候股票就又可能又涨上来了 所以这大概是一个股市的几率 总之路透社7月27号报道说 中国大型科技股连续三天的遭遇大规模的抛售影响 已经开始蔓延到中国的汇市和债市 那么国际投资者在中国可以说是损失惨重啊 前途未卜啊 那么在美国股市跟踪纽约上市的中国科技股的纳斯达克金融 中国指数也是跌了6% 所以累计跌幅超过20% 这市值几千亿美元啊 说蒸发就蒸发 所以在这个接骨眼上呢 就提醒大家说 这个真的是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但是又不能完全的不碰 因为比起你所有的这个一个投资的这个组合权来说 这个股市它虽然风险大 但它经常盈利也是最高的 像那些压重了的 或者是说那些大的投资机构 赶上了上一次疫情暴低的时候 那个买入 然后又出 已经是赚的盆满钵满 然后股市呢 这个逆经济形势而继续的这个飞涨 也造就了一些富人更富 所以我跟这个做realtor的一些朋友聊天 那些贵的房子反倒市场更加的火热 第一是因为疫情 大家发现在家的时间多了 需要更多的房间去工作 每个人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所以要换房的需求 第二呢就是股票上挣了钱了 这多个几十万美金 甚至抢个房子 每个人敬个价 那都是小菜一桩 有钱人的世界我们不懂 总之呢 我们要打理好自己家里的这点钱的时候 真的是需要及时的去关注经济的形势 不能说有风险的事情 咱们就一点都不碰 但是一定要记得呢 拿出这个你的财产的这个一定的小的比例 去做这些所谓高风险的投资 然后呢作为一些投资公司啊 管理公司 他收一个你的这个盈利的百分比 百分之多少 有的是百分之五 有的是百分之多少 你不要心疼那点钱啊 你要知道人家的经验 帮你赚的钱 那百分之五真的是他该拿的 我曾经也试过 有一部分钱 你不交给专业人打理 自己来玩 你真的是就赚不了那么多钱啊 而且人家是团队工作 有一些做短线的 比如说他当天进当天出 都是要人时刻盯着的 他能保证他的一个基本的利润这个率 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付他几个点的这个 这个收这个所谓的这个管理费用 还是非常值得的 那么在大环境之下 现在看股市仍然是这个市值量 是多近多年来这个高点啊 可以说风险是非常大 像巴菲特一类的这个大 大智慧者或者是年迈的人 有很多年投资经验的人 他们已经出了很多的股票和手里的东西 握持着大量的现金 我们看看聪明人的做法 大概我们心里也有一些数吧 这个不是说预测到 到底是今年还是明年 还是什么时候会崩盘 或者是由于疫情再严重下去 也一定会影响到这个经济和股市的 但是在这个暴跌的时候 手握大笔现金的人 第一逃掉了被这个割韭菜的命运 第二呢可以逢低买入啊 将来等到涨起来的时候 还会大赚一笔 而一些技有股 包括我们认为的这个非常棒的 这些大型的科技公司 像Google啊苹果啊什么这些公司 他们的市场啊 这种稳定 以及他们的这个科技的能力 已经在这了 他们就算跌啊 在跌得很低的时候 也仍然有它的价值 如果你不是要用这个钱 马上明天要生活要用 这样的一个股票 实际上在它低的时候买入 一般是风险也不会太高的 这些是既优股啊 总之呢 跟大家今天就是通报一下 远在中国的这些中概股的一些政策风险 带给我们的一些投资风险 希望大家有所了解之后呢 能够在自己的投资组合里 做一些审慎的决定 好的朋友们 今天的爱八卦就到这 让和你说一声再见了 祝大家一切安好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